这个故事呢 叫做夜半母鸡叫 说在这刘庄啊 有个李寡妇 养了几年的这个下蛋母鸡啊 被人偷人给偷了 这只鸡说起来呢 可是它的这个宝贝啊 这只鸡每天都下蛋 而且呢 出双黄蛋的概率特别高 那天呢 它是去下地去了 回来之后就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心里边特别的疼啊 它围着庄子找了好几圈 最后也是一无所获 正好赶上呢 这个谢家媳妇啊 正坐在门口 给她扒痘子呢 眼见着她急得团团转 一脸看笑话的样子 只差呀 直接没说上活该了 不过呢 这俩字也写在她的脸上 这谢家媳妇 他们两个人不待见 属于是见面了之后 一个眼神不对 那就属于是开骂的主啊 李寡妇呢 这男人死的走 一个人独居 要不然也门到叫吕寡妇 也没个儿女的 又遇上了谢家媳妇 这么一个冤家 偏偏呢 这两家啊 还住着对门 所以说呢 是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好不热闹 说这个李寡妇啊 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 知道这怕是招了贼了 接着个正好赶上呢 谢家媳妇又没出门 她应该能知道点啥吧 她就硬着头皮 隔着大路就喊了 喂 二把娘 见着我家老母鸡们 她呢 本想说点好听的 但是难得跟这个冤家 好生好气的说话啊 怎么听着啊 怎么别扭 那谢家媳妇呢 眉毛一扬 冷哼了一声 哼 老娘又不是你们家看门的 东西丢的问我 搞错没的 李寡妇呢 本来这心里边就不好受啊 听这个谢家媳妇 这说话还夹枪带棒的 这脾气一下子就拴上来了 不知道就不知道呗 放那么多臭屁干啥 谢家媳妇一听呢 这是要跟我开斩的节奏啊 把那个膝盖上的筛子 啪的往地上一扔 俩手插腰就开始骂了 哦 我说话挨着你呢 挨着你上天了 咋的 你先问我话的 老娘要是不回答你 你又得说我耍脾气 你还回答你了吧 你还不乐意 再说了 我是你们家长工啊 怎么着啊 啊 还得给你家看家 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呢 李寡妇一听这话吧 不大那个眼珠子 瞪成了牛骨眼 自己找这个鸡啊 还着急着呢 就说了 你我懒得跟你怼 转身就围着自家院子啊 又开始找啊 一边找呢 还一边咯咯咯的 学着鸡叫 而这谢家媳妇啊 见这李寡妇不接招 就气呼呼的 一边捡着掉落到地上的痘子 一边拿眼睛呢 还瞄着这个李寡妇 没多大的功夫啊 就看这个李寡妇 咯咯咯咯的 朝这边走过来了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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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这谢家媳妇呢 虽然说不爽吧 却也没有理由说啥 啊 仍然是自己啊 跟她捡豆 这李寡妇一看这谢家媳妇 刚才那态度吧 心里边有些认为呢 是不是她把自己家这个老母鸡啊 给偷走了呢 但是也不好直接问 或者说去人家家里边找 她就隔着他们家院墙 围着这个院子 一边学着鸡叫 一边转着圈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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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但是这个声音呢 这就让这个谢家媳妇啊 心烦了 你想啊 在农村啊 你围着房子转圈 那是不吉利的 只有家里边有人去世 才会让小辈们围着这个房子转圈 这有可能啊 是当地的一种风俗 你这是给你奶奶救苦呢 啊 要转围着你家房子转去 啊 这有人说了 这救苦什么意思呀 就是一种祭奠死人的仪式啊 也就是他们当地的这个风俗 他说去世的人围着房子转圈 就这叫做救苦 这李寡妇啊 一听她开了枪了 啊 直接身子来 直接就骂了 放你奶奶的温猪屁气吧你 我找我们家老母家着你了 莫不是被你抱回家里边 当爷老公误被窝子去了 我呸 谢家媳妇呢 当时也不减痘了 插着腰又开始骂了 爷老公 我看你才需要吧 我怕你是寂寞难赖了 你找这老母鸡 你将就得解决问题吧你 你 你 这一下子戳到李寡妇这个痛楚的 啊 寡妇门前事非多呀 不用还了一大车呀 他顿时啊 气得这个脸红脖子粗似的 谢家媳妇一看这是占了上风了 黑黑一笑就说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隔壁村那老王头那点烂事 我看你啊 也就自我遭老头子的命你 你 你 李寡妇气坏了 张牙舞找的就要扑上来骂着 你这臭婊子 看老娘不思量了你这张 敷了屎的臭嘴 那谢家媳妇呢 也不示弱呀 袖子一撸 当时就开骂了 来呀 我还怕得你不成了 结果这俩女人呢 就这样扭打在地 滚了一身的灰 你扯她的衣服 她就她的头发 嘴上呢 反正是什么男青骂什么 把这个文生跑出来的二娃呀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这路过的好几个村民呢 远远的看见了 也都过来拉架 哎 你俩这是又干啥呢 多大仇啊 这天天打呀 李寡妇被一个男的给拉着了 还不断的往前扑呢 还骂我 别拉我 老娘今天非撕了这个婊子的嘴 那谢家媳妇呢 满嘴也是肚子 来呀 我怕你我他妈就不是人养的 说的不假 你 你就是跟隔壁村那个老王头睡的你 你这么大的年纪了 你不知羞耻 这话当着好几个村民的面说出来了 这李寡妇面子上更是挂不住了 手抓脚蹬的 那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那也合适 生活不开呀 行了 别这么吵吵了 一声怒吼 正是谁呢 谢家媳妇的男人回来了 但是正在气头上这俩女的 那能停得下来吗 唧唧歪歪的还跟那骂呢 这男人一看 自己家女人也叫不住了 上前给媳妇刮的一个大嘴巴子 就说了 你他妈给我滚家里去 就人歇眼的玩意儿 谢家媳妇瞪着眼珠子 一看自己的男人 打自己 不可思议的就说了 你他妈打我 你竟敢打我 那 那男人呢 转过身来 对李寡妇就说了 他指着 你也回去吧 李寡妇的心里边呢 其实还是过不去的 还是呢扑着骂着 却是硬是被几个村民给嫁回去了 他说这谢家媳妇冲回家里边之后 那就是一个劲的摔锅摔碗呢 稀里哗啦直响 二娃呢 仍然坐在门槛上 哇哇的哭 这李寡妇 在几个村民的劝慰下 也没再闹了 一场小风波总算是平静下来 就在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 谢家媳妇跟他男人这是一顿雨水之欢之后 疲惫的躺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哎 你说 这李寡妇是去哪了 咋好几天呢 都看不见了呢 那个男人呢 白了他一眼说的 咋啦 你嘴里嘴又痒了 不是啊 就是有些不习惯 他说着啊 翻了个身车 你说 他是不是搬过去跟隔壁村的老王头住去了 你说你个败家娘们 你老管人家闲事干啥呀 搬过去不行啊 那不更好吗 省得你们俩天天吵 嗯 那倒是 行 睡吧 明儿啊 我还得上工地上呢 睡吧 这半夜里边 连这野地里边虫子呀 也不叫了 世界是彻底的安静了下来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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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谢家媳妇呢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一阵母鸡叫 农村嘛谁也没在意 可能是谁叫的鸡啊旺了时辰了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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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叫在她拿耳朵听着的时候啊 仔细一听 嘿这好像不是小鸡子在叫 好像是人在学鸡叫 他猛的就睁开了眼睛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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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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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呢 就越来越清晰了 这黑乎乎的房间里边啊 好像是从角落里边传过来的 能够清晰的分辨出来 那好像是有人蹲在角落里边 学鸡叫呢 半夜里边 惊醒了过来 你发现有一个人 蹲在你的房间里边学鸡叫 甭管她是人还是鬼了 谢家媳妇现在都没有勇气 打灯去瞧一眼 她把被子蒙在自己的头上 死死的颤抖着抱着自己家男人 也不敢出声啊 就这么听着 阴阳怪气的声音 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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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听这个声音是听了一夜啊 一直到早上了 攻击打鸣 才消失了 透过被子的缝隙往外边看了看 借着晨光房间里边啥也没有 她把这事啊告诉自己家男人了 那个男人呢却只说呀 她可能是神经大条了 可是她却不敢怠慢 当天呢就带着孩子二娃 去庙里边求了一个护身符 这才算安下心来 自打那之后呢 她再也没见过这个李寡妇了 她一度的怀疑这个李寡妇啊 她已经死了 那天晚上 叫鸡的人 就是她的鬼魂 但是呢 村子里边却没有一个人 相信她的 你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说 晚上你是一个人睡觉的话 半夜里边啊 被一个声音惊醒了 醒过来之后 你突然发现 这是有一个人 在你的房间里边 学鸡叫 你 会是什么感觉呢 好了 这就是 半夜 母鸡叫的故事 我说 面具体秘密的故事 他们又如何